祝各位身體健康,多謝醫護人員繼續付出 最近大家一定要好好提高警覺 另外,比賽當然未完 我們作為球員一定要繼續堅持下去 暫定接下來星期四晚又會有漁和港英超 今次就是球季的殺科戰 亦都會run up 下足總盃的四強 以及決賽的前瞻 記得要留意 希望到時這集的漁和港英超不會因為世界大事的爆發而被迫取消 希望真的可以星期四晚8時跟大家再做蘋果那邊的直播節目 對於這一場,足總盃四強萬聯對車路士 我有做賽前預測和專屬直播預測 兩次我都有講過一個是前設或者叫假設 就是萬聯因為休息時間較為少 以及之前的輪換做得比較差 所以萬聯是會輸體能,但會贏到個別位置的速度 去到看正選陣容 以及看上半場的時候 也真的發現到我這個假設是成立的 萬聯的平均速度是快過車路士 這個雲比沙卡快過馬高斯阿朗素 萬聯的前鋒線速度也快過出銀河 唯一基奧特打正選的車路士前鋒線 相反,車路士的整體運轉力就好過萬聯 因為體能好一點,輪換得好一點 車路士 所以會得出以下的結果 萬聯在早段體能和對方差不多的時候 就能夠成功用速度去壓迫到 破壞了車路士的後場猜球 車路士在早段被迫要用到不斷踢高球上去的方法 少了組織打快攻的機會 所以我在專屬直播的時候也是這樣說 就是說萬聯要把握頭30分鐘的入球時間 過了30分鐘之後車路士的體能會好過萬聯 到時萬聯的機會就會大減 我們也確實看到 有搬奴在上半場頭30分鐘三分四次 交到一些很聰明的直線上去 但可惜我們也是見得到 丹尼爾占士這個萬聯的進攻點 表現出來的級數就是不夠高 他只不過是快 但就欠缺組織能力 令到萬聯的反擊或快攻不夠完整 損失了比賽組織速度上的優勢 而且萬聯當然會隨著時間的過去 運轉力逐步下降 我本來是估計萬聯有30分鐘的優勢 由優勢變成弱勢的分水嶺大概位於30分鐘 但事實就是分水嶺位於10分鐘就出現了 當球證阻礙了馬迪 令馬迪不能夠再做到那一下的壓迫 而被車路士打到快攻車路士的詹斯 逐出軟射之後 萬聯就由強勢變成弱勢 車路士的運轉力開始佔據上風 佐真奴的運轉力亦比我們想像中來得好 車路士球員的整體壓迫 開始慢慢成功破壞萬聯的控球 變回萬聯要大腳 即是萬聯的快攻組織弱了 雖然車路士的確是有不少的犯規 而且很多時候都針對布奈奴佛蘭迪斯 但車路士的確贏到運轉力 所以車路士開始在中型速度假 對攻的比賽品種當中取得優勢是合理的 我本來猜萬聯30分鐘後才開始跌體能 如今10分鐘就開始跌 即是我就高估了萬聯的體能 蘇斯一查之前的輪換即是實在太過差 打到足總盃四強才唯有用級數較為低的丹尼尖斯去打一場大戰 而且用馬迪打正選 始終沒有用年輕人運轉力較強的蜜湯那麼好 至於有人說用普巴去取代班奴打正選這種說法 我雖然覺得班奴繼續非常專業和努力 但普巴打超級年紀人正選位也可以說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不過坦白說 其實蘇斯一查今天這個正選陣容又不是說差 萬聯的確是拿到頭10分鐘的優勢 就算10分鐘之後出現昏水嶺 但是之後萬聯開始收縮本來問題都是不大 因為由19分鐘開始比賽品種變成攻防戰 萬聯是迫不出去開始收縮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車路士面對密集的時候其實都是三中後衛結構欠缺破密集能力 就算你說隊長艾斯帕麗古達衝上去結構變成4231 推阿詹斯上去扮進攻點都好 但是主角是不夠意識的韋利安 這個組合其實都不算好 車路士來說面對密集只會明白明白 萬聯同樣都是三中後衛結構 面對明白明白的時候禁區裡面有三個中堅 所以本來萬聯是不用怕的 而且萬聯的前鋒線有速度 會有些反擊打出去 萬聯可以繼續跟車路士用這種方法打成軍勢 誰知道一次的意外再加一次的人為失誤 就養成了災難 首先意外就是拜利和對方的蘇馬撞完一次之後 短時間內再跟隊友麥戒亞再撞一次頭 頭撞頭的情況下拜利這次真的覺得頭都暈了 要被迫退下火線 誰知道就出現蘇斯一查的失誤了 取代拜利的球員竟然是馬撞 即是將整個結構由3-4-1-2變成4-2-3-1 有些什麼問題呢? 我可以講個故事給大家知道 大家就會明白 摩連盧時代的萬聯曾經打過歐聯 分組賽主場對組雲達斯 摩連盧選擇收縮的戰術 但是結構就出了4-2-3-1-4個進攻點 結果是怎樣呢? 不夠防守力 被戴巴拉入球 輸了另比亞加那場 所以兩年前我經意跟大家解釋過 4-2-3-1絕對不合收縮 這個理論已經放在這裡 你再看回今天的上半場中尾段的比賽品種 尾就是萬聯收縮 好了,萬聯收縮了 但是突然轉4-2-3-1 削弱了防守力 調動幾分鐘之後 萬聯就落後了 明白了 沒錯,拜利撞到頭 頭都暈了是一個意外 但是蘇斯一查用前鋒去取代一個中堅 是他自己的選擇 所以我形容今次的換人 是一場災難性的調動 這個災難性調動有兩大嚴重害處 第一,當然就是我剛剛所說的那個理論 突然之間選擇這個結構 根本是不適合現在的現實情況 現在萬聯採取的取態 而且還要是毫無必要的 你說落後緊,增加進攻點,減少中堅 放棄三中堅結構,無可厚非 但是你現在根本就未落後 是0比0來的 你自己也不夠運轉力 被迫是要收縮 不可以迫出去控球再腳 你為何玩4231 你都不可以控球再腳 你做甚麼要四個進攻點呢 現階段正在收縮 你做甚麼用最不適合收縮的4231來收縮呢 第二個嚴重害處 突然之間改變了後防線防守球員的數目 我又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這次這個故事發生於今個月而已 不是兩年前的了 就是車路士對錫飛聯的時候 林柏特在比賽途中 突然之間改變後防線的防守球員數目 後防線一撿到位置,兩分鐘之後就失球了 最終是輸給錫飛聯的 這就跟今天好似 只不過主角是換了曼聯 不是車路士 是換了蘇斯一柴 不是林柏特 但一樣是動了後防線之後 就很快實播 如果你想細緻些去研究 為何曼聯會失這一球 下第一球球的話 我又跟你講第三個故事 大家就更加明白 這個故事發生於今季英超的次循環 就是車路士對曼聯的賽事當中 記不記得 車路士是怎樣失第一球球 就是被曼聯明賣明賣斬入禁區搞定 為何當時曼聯會成功用明賣明賣入到車路士球 就是因為車路士當時用四個後衛兩個中堅的後防線去面對明賣明賣 禁區裡面只有兩個中堅 再看今天第一個入球 整件事的原理一模一樣 只不過是角色調換了 當時用兩個中堅書明賣明賣的是車路士 今天用兩個中堅書明賣明賣的變成曼聯 而最關鍵的是調動之前 曼聯還是三中堅結構的時候 根本就是沒事 一直在禁區裡面或者禁區外邊 都能夠成功限制到銀河唯一基奧特 主力做限制他的人是麥加雅 敗利是副手 總之調動之前 銀河唯一根本是毫無好處的 但調動之後 突然之間變成第二回事 可能你會問 離開的是敗利 麥加雅依然在樹 為何差這麼遠 答案尾就是 動了一條後防線 防守球員的數目 其實本來蘇斯一查 今天的正選後防線的布置 是設計得不錯的 首先他不能用梭爾 他要用敗利 所以他故意把本來打開 偏右中堅的連達魯夫 轉去打梭爾的偏左中堅位 就由敗利出任偏右中堅位置 這種設計的好處和目的就是 不讓銀河唯一基奧特 針對到連達魯夫 結果我們一開波就是看到 的確是成功把連達魯夫 遠離了基奧特 成功的原因就是 蘇斯一查看到車路士 一定是被迫用速度緩慢的 馬高斯阿朗素打左後位 加上佩連石打了後臂 契仔也很少拉左邊 所以車路士的左邊就沒有什麼明賣明賣的能力 先記住這一點 車路士的左邊這個結構裡 是沒有什麼明賣明賣的能力 所以車路士玩明賣明賣就是靠右邊 只剩下右邊的詹斯速度快點 下到底線 韋利安那裡 以及勇於上來的隊長 艾斯帕利古特 這邊有明賣明賣的實力 很容易就會猜到 車路士的明賣明賣 絕大部分就是來自右手邊 而銀河唯一要接應右手邊明賣明賣傳中球的時候 一定就是由遠處開始起步 這個是常態 你沒有理由留在近處那裡 你留在近處那裡 不就是搞到自己沒有了助跑? 那個波子要斬得大力了少少 你退都退不及 所以你定必是在遠處那裡起步 又頂到遠處 又可以助跑攝近處 所以右邊斬進來的時候 銀河唯一一定是先站遠處 所以蘇斯一柴本來的設計味就是正確無誤 他就是把連達路夫放在偏左中堅位 那就是在銀河唯一的近處 不是遠處 銀河唯一要在遠處起步 那便碰不到連達路夫 那便成功令到連達路夫遠離了銀河唯一 銀河唯一是不能用身形去針對連達路夫 所以車路士球迷千萬不要以為今天是林柴特的部署成功 不要以為是林柴特令到銀河唯一針對連達路夫 真相完全相反 真相完全針對不到 本來一直都是蘇斯一柴成功的針對部署當中 調動之前銀河唯一是找不到連達路夫 誰知道一次意外觸發蘇斯一柴的災難性調動之後 無緣無故移動了後防線 而最錯的就是當變回兩個中堅之後 連達路夫就由偏左中堅變成偏右中堅 那便立刻站到銀河唯一的遠處位那裡 便碰到銀河唯一 這個就是曼聯上半場保時階段失球的主要原因 連達路夫無緣無故自己走去找基奧特 無緣無故自己走去被基奧特玩 一輸了身形和對抗性 就被銀河唯一釋贏了 在非常近的位置 令迪基亞完全是反應不到 我真的完全絕對不明白 為何動了後防線之後 不是密基亞打偏右中堅 反而無緣無故是 連達路夫由偏左變偏右 其實這麼大的改動 球員都當然會不適應 你再加上 就是銀河唯一能夠碰到這個連達路夫 放大銀河唯一的優勢 那便麻煩 再加上我也解釋過 當時零比零根本就是沒有減少中堅 以及增加進攻點的需要 為何蘇斯克查當時是不用文莎去取代拜利呢? 沒錯 文莎的經驗是不夠的 打大戰可能會爆的 但大家必須要承認一個事實就是 文莎的身形是怎樣都好過連達路夫很多 如果今次是文莎對著銀河唯一的話 都還有些機會給回壓力 銀河唯一 而且繼續維持三中堅結構的話 禁區裡面多些中堅 就怎樣都容易些會幫到連達路夫 去減輕連達路夫面對明賣明賣的時候 身形、身高的問題 這個也是曼聯轉三中堅結構的好處 控球再腳的時候曼聯可以兩個中堅 用這個連達路夫都沒有問題 因為曼聯是拿著絕大部分的控球再腳去對弱隊 曼聯拿到絕大部分的控球再腳時間 曼聯會比較少需要面對明賣明賣 所以是可以用連達路夫打雙中堅結構 但是如果打到這些大戰對方是強隊 他都會有實力不斷向你施展到攻勢 包括明賣明賣的話 曼聯就是需要為連達路夫轉成三中堅結構 同一時間三中堅結構都適合打大戰 所以是傷得益章 再一次解釋了 曼聯今天如果不是落後 是必須要繼續維持三中堅結構的這個理論 這樣才可以避免落後 今天上半場保時階段一連串的事件 就是衍生了一條方程式 是今季曼聯和車友士鬥爭當中的方程式 方程式是這樣的 如果隨便一邊用三中堅結構 而另一邊不用三中堅 不用三中堅那邊就會輸球 英超首循環大家都用四個後衛結構 這場波無關 但其餘的比賽就完全在這個方程式裏面 英格蘭聯賽杯16強 曼聯用三中堅3-4-1-2 贏了車友士的4-3-3 英超次循環曼聯用3-4-1-2 贏了車友士的4-3-3 來到今天的足腫杯四強 本來大家都是三中堅結構相安無事 誰知道曼聯突然之間轉了四個後衛結構 幾分鐘之後就立即落後 打針都沒那麼快 相反林柏特終於都學精乖了 終於都肯面對曼聯的時候 轉玩三中堅結構 就立即贏曼聯 也都終於證明一下 英超次循環賽後平的時候 我所講過的東西 當時林柏特就是用4-3-3 輸了給三中堅的曼聯 我就是說車友士踢得多好都沒用 因為結構輸了 曼聯用三中堅結構的時候 是會呈現出車友士的4-3-3 不夠適合打大戰 所以我當時就是這樣說 如果車友士那場用三中堅結構 一定會好些 我當時的賽後平 簡直說到明說 如果車友士用三中堅結構 就不會被馬斯亞接應 明買明賣頂入 隨即有很多車友士 就質疑我 來到今天終於都證明到一切 簡直就是曼聯轉兩個中堅 就立即輸明買明賣 而車友士那邊一直三中堅結構 沒有輸明買明賣 是不是 是這麼簡單 車友士今天3-4-3的進攻火力 雖然沒有當時次循環4-3-3那麼強 但是今天的防守力 就是好過當日很多 打大戰的時候 防守力的重要性就會變得大很多 完全證明我當時所說 車友士不夠保守 就輸給曼聯的這個結論 今天林伯特反省了 對回曼聯 做回我的建議 就贏回 足球理論根本就是不複雜 只不過是建基於 在乎於你肯不肯去接受 有些人覺得我講的太過簡單 所以就不信這個世界這麼簡單 其實只不過是我有能力 將很複雜的東西 用一種很簡單的方法 講出來 一定是要講得很複雜才是有料到的嗎 一條數學題你用兩個步驟 就計到答案出來 同一條數學題 人家要用一百個步驟 才計到答案出來 那你說哪一邊比較厲害 不過我都明白當時車友士的球迷 是理性討論 所以我今天都不算沉冤得樹 只不過是守得雲開 見月明 終於都有場現實的賽事 去證明我的理論 那麼林伯特同樣都是守得雲開 見月明 反省之後就得了 相反 蘇斯一查就犯之前 林伯特對錫菲聯所犯過的錯 林伯特就是動了後防線之後 立即失波給錫菲聯 而今天的蘇斯一查 一動了後防線的數目之後 就立即失波給車路士 專屬直播的時候 我都講過 蘇斯一查必須要今天調動合理 萬聯才會沒事 況且萬聯的後備值實力 比車路士強 蘇斯一查都可以搞到一塌糊塗 當然就是萬聯的罪人 講到罪人 其實萬聯還有第二個罪人 首先 車路士可以明白明白 就是因為威廉士看漏了 艾斯帕麗古特 威廉士突然之間 打場大戰 今天有不少的時間 是有點方失失的 所以去到下半場的時候 威廉士也都在後場那裡送過大禮給車路士 令到契仔蒙特搶到球 再繼而軟射 這裏是拉開了紀錄去到2比0 這一下就相當致命 但我都會選擇體諒這個威廉士 因為他太年輕了 欠缺經驗 還突然之間打場大戰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萬聯第二個罪人是另有其人 不是威廉士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會講誰 其實迪基亞瑟第一球的時候 還可以叫做不關他事 因為銀河唯一射門的位置 他太過近龍門 很難說扎怪守門員 根本反應不及 而且是有點不幸 迪基亞拍到球 但是拍到自己的腳 再彈回球入網 但是去到第二球球 就真的是他的責任 沒錯 都是威廉士送過大禮給對方 但是車路士的契仔蒙特 這個射門是軟射 而且角度是一般 基亞特根本是夠了手場 但是他竟然選擇錯誤 他不是打出去 他是打算摺 其實人家的球都行 打出去就穩陣 他摺不夠手力 以往基亞特就不是這樣 而且不可以說下半場剛剛開球 他還不夠集中 基亞特是一個有經驗的搜門員 怎麼能夠拿這一種來做藉口呢 今季其實根本不停都見到他這些 不集中的失誤 還有愛華頓那一刻 再這樣下去的話 基亞特很難說再值錢 今季他真的沒有什麼心機 我想他真的要重新找回 怎樣在比賽當中集中的方法 我覺得他必須要先接受一個事實 就是他不能再回西甲 現在繼續要為曼聯效力 已經是事實 王家馬德里的正選搜門員位置 就不再需要他 你必須要忘記西甲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毀滅前途 今次他的不集中 也毀滅了曼聯 曼聯落後之後 4-2-3-1變回是對用的 其實曼聯下半場一開球 也希望控球在腳主攻 車路士也有收縮的企圖 蘇斯一查的災難性調動 反而在這一刻就變了有點用 可惜了 下半場一開球 一分鐘都不夠 立即被基奧特犯錯 打沉曼聯的士氣 明顯就是這下失誤之後 曼聯的球員就是倒閉了 曼聯球員在想 今天這麼沒運氣 拜利受傷搞到失了第一球 基奧特右派交禍搞到失第二球 跟戰術無關的 但是就落後了兩球 一決不振 坦白說 如果蘇斯一查第一個調動用紋砂的話 上半場不用落後機會很大 下半場迪基奧只要正常一點 場賽事是一直0比0 士氣不會有問題 未必會擺烏龍輸第三球 時機成熟的話 還可以換一些可靠的進攻點 來取代不夠級數的丹尼爾占士 打一些反擊出去 其實還有機會的 今天曼聯出局 的確是因為人禍 相反 恭喜車路士 林伯特第一季執教 立即入足總盃的決賽 決賽的對手阿迪達 一樣都是新人 兩大新手教練決賽對碰 都挺好看 相信都是三中堅對三中堅結構 但是說到三中堅對三中堅 再說到足總盃決賽 再說到車路士對阿仙奴 相信車路士球迷 就不想想起乾地和雲家 那一次的決賽對決 一於到時又看看有沒有其他事會發生 來到今天條片的最後 我補下半場一部分比賽時間的評論之後 就前瞻兩隊波的未來 曼聯士氣低落之後 就連陣營都沒有了 說的是繼續下半場的賽事 面對密集進攻點甚少賴變 全部心急進入中間 根本就沒有破密集的組織能力 是要馬斯亞偶然拉過左手邊 才接應到班奴做主角的傳送 入到禁區做六頁 插進去搏到十二碼 最後也是開始見到這個密階 有點累 開始頂不住銀行為一 曼聯的體能就是出了問題 有機會影響英超 現在只不過就是幸運 熱刺幫曼聯一把 贏了李斯日成 曼聯餘下兩場英超全部打和 可以保住前四 但某程度上 真是反應了蘇斯一查的輪換經驗不足 下一季要打歐聯、英超、足腫杯 一定要輪換得好一點 而且千萬不要再犯今天的災難性的調動 本來三中堅結構的企圍是設計得不錯的 為什麼你無故在比賽期間會自己打散自己的設計 講到車路士 轉了三中堅結構的今天 勝在穩定 面對明買明賣問題不大 那就可以等對方犯錯而進級 而且兩個中場中的表現都是超出了 預期要賺就是佐真奴和高華錫 另外銀河唯一的速度就是慢 但是一次找到連達路夫就搞定了 接應兩邊明賣明賣的實力銀河唯一真的非常好 之前車路士是屬於成功的收購 下一場車路士對利物浦都可以保持玩三中堅結構 不過林柏特記得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轉玩三中堅成功是因為打大戰 面對密集就不要這樣做 而大家如果面對廣告的話 要做的事情當然就是要有耐性 等廣告片播完為止 當然就是不要喵聲要有聲才有用 另外看到廣告按下去彈廣告視窗 這樣才能幫到7月份的廣告收入很低 希望大家可以不要鬆懈繼續堅持下去 多點這樣做 多謝先 記得訂閱按鈴鐺 方便接收新片通知 這個就是不要裝檔廣告程式 以及Youtube那裡有個方法可以讓大家做會員 就是參與專屬直播 Patreon裡面也有不同的計劃 包括專屬直播、片尾彩蛋、微觀昇華同步任君選擇 今天的片尾彩蛋就是會幻想一下 如果曼聯今天沒有犯錯的話 最終邊對進級的 多謝各位的支持 拜拜